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正式宣佈了全球大流行的定性 他在記者會上暗批部分國家反應麻木不作為的情況 令他極為擔憂 他形容這種麻木兄弟是令人震驚 他同時敦促各國立即要採取果斷措施 控制本國的情況進一步確鑽 他同時也指出有些國家的經驗比較成功 而其他很多正在與社區傳播搏鬥的國家 挑戰並不在於他們能否採取同樣的方式 而是會不會這樣做 這隻譚德塞肯定想其他國家 要仿效偉大光榮和正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驗 翻查紀錄 這隻譚德塞其實真是前言不對後語 在一個月之前都不到 他所說的說話跟今時今日所說的 是完全相反的 在2月18號的時候他就說到 說大家的反應過度 會使得事件沒完沒了 而且又說不需要禁止郵輪旅遊 好了 去到2月24號的時候他就說到 想要傳遞的關鍵信息 就是目前的情況仍然是可以控制的 要給所有國家希望 勇氣和信心 確實有很多國家都做到這一點 如果用大流行這個詞彙 就不符合事實 而且肯定會引起恐懼 這個就是2月24號的時候的說法 半個月之前 今天他就全部推翻了 還在暗批部分國家 反應麻木 以及不作為 他不作為都是聽到你腦點 所以大家就觀察得到 世界上哪些國家對中國採取不信任態度 其實他們的情況就是相對輕微 比如說中華民國 人家早就已經停航了 而且停止發新的簽證 設置入境限制的措施 所以目前他們的個案 還是少於50例 比如說新加坡 雖然他開頭口說 任你入境繼續旅遊 但在2月1號的時候 就已經對中國的旅客 實施了入境限制措施 所以新加坡其實 長期以來跟中國打交道 他怎會不知道中國的底腕是怎樣 越南 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 蒙古國 俄羅斯聯邦 這些 全部在你世衛作出建議之前 早就已經 設置了入境限制措施 邊境封鎖 進行自我的防備 所以別人的情況 相對輕微 其他那些 不信中國 後果自負 今天《人民日報》 有一篇署名黃平的評論員文章 也是相當有趣的 不停地猛踩台灣的經驗 到底他裏頭是怎樣說的呢 他就說 台灣今次的個案真的不多 至今不到50例 一些西方媒體由此得出 民進黨當局防備得力的結論 但真相就是 一方面因為民進黨當局和大陸交互 在爆發之前 在台灣的大陸人數正好處於近十年以來的低位 湖北籍的遊客更加只有幾十人 台灣的防護壓力從一開始就不大了 另一方面 民進黨當局 借這個疫情炒作恐中仇中 拿出抗疫就是抗中的架勢 採取了遠比日本 韓國 香港 澳門也激烈得多的措施 包括 限期要求大陸的遊客離台 禁止大陸的遊客和在台求學的大陸學生入境 暫停小三通 幾乎是全方位阻斷了兩岸的交流 民進黨當局這種野蠻粗暴的一刀切措施 毫無技術含量可言 實在看不出一些西方媒體 根據什麼稱中台灣經驗 實際上民進黨當局確實在島內的輿論場 營造了某種遠離大陸 將台灣守住的氛圍 但是這個通過政客 綠色媒體 當局圈養的網軍一起圈掩的恐怖氣氛 挑動仇恨情緒的結果 不如說是民粹抗疫比較貼切吧 這篇評論員文章真是好笑 一方面踩低台灣的經驗 但是另一方面 在子女行間 其實他已經暴露了 為什麼台灣可以做得這麼成功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根本上人家從一開始就已經跟你要斷絕來往 可以將情況壓到最輕微 所以至今個案不到50例 這亦證明了台灣當局所作的決定 就是正確的 你看看那個個案數字就知道他做得對 第二件事就是 你自己也提到 當時 大陸的遊客人數是處於10年以來的低位 而且湖北籍的遊客還只有幾十人 這個就多多少少有些政治不正確 寫在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當中 你是不是想將湖北籍的旅客污名化 你又說到來源是來自美國 那你用不著特地撒有介事地說湖北籍的旅客 因為湖北籍的旅客只有幾十人 所以台灣的壓力從一開始就不大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總的來說 台灣的經驗成功知道 就是在於對你中共政權所說的 是採取完全不信任的態度 其實你周邊的那些國家 煩和你打交道有幾十年歷史 都知道你那種東西 是不是 你說的那些話到底有多少誠可信 越南不知道 新加坡不知道 朝鮮不知道 蒙古不知道 俄羅斯不知道 是不是 這些國家其實就是對你中國 採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至於對你信到十足十那些 就怎麼樣 看看日本就知道 韓國就知道 是不是 歐洲那些國家還要信中國 唯有 祝你好運 沒有話可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 亦公佈了一些新的入境限制措施 從美國時間禮拜五凌晨開始 就會暫停歐洲旅客入境30天 但是這個禁令不適用於英國 亦不適用於貿易和貨運 美國就會監察情況 並且決定是否會提早解除限制 這個當然就是最好的標準 整個歐洲都不讓他來 到底香港什麼時候會跟隨呢 林鄭橫點都做了 一不做二不休 現在特區政府的入境管制措施 完全是不合理的 他們就說 來自法國德國西班牙部分地區 和日本北海道的旅客 在入境香港以後就需要入住中心十四天 但是你就靠那個旅客自行申報 只要那艘航班不是來自上述你所說的那些地方 比如說一個日本的旅客 他明明在日本旅遊的時候 就已經去過北海道 又去滑雪又去玩這個玩那個 好了 只不過他就由東京坐飛機回香港 只要他在入境的時候 不告訴你去過北海道 你就已經不知道了 你就一樣放他入境 在社區走來走去 那你為什麼不索性 把那個範圍擴展到全國呢 那你就不需要害怕那個旅客給你一些 false information 誤導了你 是不是 一刀切總之 台灣的經驗就是最準確的 一刀切什麼東西都是 浪費的 現在還去旅遊那些 你都不用恨了 是不是 洗鬼理他的感受嗎 他都不管我們本地香港人的感受 你還顧他的感受 你都愚蠢的 趕快把那個範圍擴展到全國 這些事情不要遲 告訴你 美國也在做 怕什麼 你不就照跟 又不是你第一個做 大陸的旅客你又不敢限 其他那些你又不敢限 你不要搞到那麼多外地輸入的個案 告訴你真的是 很離譜 好了跟著說說關於香港的旅行社 目前你都說 他們就說 過去幾個星期 業界都是忙於處理 退團和退款 新報名的旅客 接近零 大部分的歐洲團的團友 都是不想出發的 故此業界在商討過以後 初步的共識就是 由本月中至下個月中 就會停開部分 前往高風險地區的旅行團 實際停團的安排 就會因應情況再作調整 不會等特區政府所發佈的外遊警示 這些就做得好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為了你自己的生意 走去沒有那麼大的風險 你的職員 你的旅遊領隊又有風險 那個旅客又有風險 那些旅客自己不想去 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再去那些根本上就是傻子傻傻女 你怎樣還要去呢 這些地方 明知人家爆料 還要以身犯險 這些人就是不值得爭 但是如果真的逼於無奈 肯定是要出發的了 比如說要去公幹 那怎麼辦 那你就買好保護衣 實際很便宜的 幾十元一件 三四十元 不是很貴 連運費也是 那你就買夠一搭 如果你去一個星期 一搭什麼都夠穿 還要買那些包著鞋子 有些鞋套的 還有就不要忘記 買了手套和眼罩 總之就所有東西做到最高規格的防備為止 不用理人怎麼看你的 你自己的 至於我看到在網上還有些傻傻子 早這一刻還要去旅遊 而且還是很低規格的防護 甚至乎有些不設防 懶得在飛機上打卡 這些人真是 不用捉他好運 這叫做你死你賤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